BOSE BOSE 距離迴航時間還有多少小時 上集我坐船到九州 一下船就去了幾個別虎視景點 但這個彈丸旅行 其實可以有十多小時玩 今集我們一於重演這一天 進取點, 去遠點 超級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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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郭東半島的長崎避 為甚麼叫避?顧名思義 因為地圖上好像有個避子凸出來 從別府開過來的避子大約約半小時 但因為今天下雨比較慢 平時應該再快點就可以來到 這裡有很多被海浪侵蝕出來的洞穴 就像後面這個行者洞穴一樣 Health and Human try not to hide try not to run 超級夢幻,我被很多柚菜花包圍 如果大家都想被柚菜花包圍 大家三月中至四月中 一定要來這裡 花脈這麼長,你們真的不用怕 看不到柚菜花 長期被稱為藝術指甲 整個花田裡有11個藝術家的作品 就像剛剛站的展望台 還有我後面的駱駝 也是藝術品之一 大家看到駱駝的塑膠 像平時在海洋飄浮的廢氣塑膠 所以藝術家將這些塑膠 拼砌成一隻大駱駝 然後剛才我發現了一個神奇的位置 就是…她的肚腩 打開 裡面有很多種子 她吃了很多種子的肚子 好,你繼續吃吧 我不阻礙你了,先關上 這裡真的超級無敵 十級九千萬美 我想說是我人生見過其中一個 我覺得最美的一大奇景 這裡的北愧為九州一等大的油菜花田 這裡有兩千萬棵油菜花 在這裡雖然很大風 但是我完全不介意吹到我的頭 我的樣子已經不知去了哪裡 但是因為重點其實不在我身上 大家一定要留意這裡的 每一棵油菜花 而且我要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穿裙子 我今天因為貪美 所以穿裙子,現在很大風 而且我覺得我要給大家一點建議 如果你拍拖,你真的要來這裡 雖然路程比較遠 走上來要有一點腳骨力 但是你一定不會後悔 我說的,William說的 我剛剛點了一道香蒜青口意粉 還有一杯拉蒂 坐在海旁享受我的午餐 還要坐邊有個油菜花田 這裡除了可以讓你看到油菜花 還可以讓你吃油菜花 當然不是整棵宅來吃 這裡的所有食物 都是用了這裡的油菜花油去烹調 我第一次吃,試試一下 我第一次這樣在大海旁邊 通常藝術品都想讓你看的人 有同一個感覺 但大自然就不同了 因為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變化 這種不斷的變化 會讓我們看的時候 有不同的感動和感受 這間太陽與月亮之部屋 是被人和自然光互動的地方 它上面有288個自動開關的小窗 會跟著人的動作而開關 我走到這邊,它就會動到這邊 我走到這邊,它就會開到這邊 光暗分明的陽光 一度一度地從小窗上射進來 真的超級漂亮 其實當日我們一到步 馬上去了美術館拍攝 可惜陰天效果不夠明顯 誰知道到了下午突然有太陽 負責人就很好人馬上叫我們 再拍一次才拍到這麼漂亮的效果 所以大家一定要選擇晴天 和太陽位置比較高的時間來吧 請客人,我喜歡看 我要拍到這裡 下午突然要拍到這裡 要拍到這裡 下次我就知道 你會覺得這些龍頭 很像木水 是在不直接拍攝 我會看到有很多東西 你的影響 大家會有很多東西 可以看見 waterho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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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會有很多東西 還有大家記得一定要記錄下 剛剛這一刻 因為我們人生每個時刻都是獨一無二 剛剛出現的畫面 是不會再重複出現的 所以麻煩大家替我記錄下 現在的變化,麻煩你 對,社交平台發給我 對,麻煩你 不要緊,Win Win可以為大家聲音導航 這個作品會根據潮池和天氣資訊 演繹出不同的變化 當你觸摸這些好像在飄浮的水珠 牠們還會做出互動的反應 下次你們可以親自來感受一下 歡迎光臨 你好,不是我太小顆 是這裡的桌子桌桌桌真的太大了 這裡可以放100個勝出者 這裡就是九州風前市的著名打卡點 本來2021年的時候 只有這張大桌桌 而那張大桌桌是來這裡4公斤的地方 但在去年的4月 這裡重新建了一張這麼大的桌桌 是第二代 這個大桌桌桌是球目的 因為我看不到 這張電影,現時的散拍 衛生地我片隻身點 帶我彈這個 真正在,其實是人經營的 我已經患,你不會被彈起來 帶我尿布,我拿到我 那間球目的主要就是教會 這間模擬支, 1992年 七年廢校的上川底小學校再生移成 在2014年的時候 他重新開放給一些作家、藝術作品者 在辦工作室展示他們的作品等等 直至2021年他們甚至開了咖啡 不過這間咖啡並不是每天都開 所以大家來之前 記得要上社交媒體網站確認清楚 剛剛看到課室 大家有否少許回憶、湧現的感覺 因為裡面真的放在以前小學的 一些迷你的木桌、木櫥 一些以前的教學工具 一些圓規,還有一些算盤等等 在這個時候 以前我的小學老師Mis Chan的聲音 突然在腦海徘徊 因為我快要遲到了 早安,Mis Chan 幸好剛才說得及,沒有遲到 今天Mis Chan說要教我們認識 這間小學的歷史 叫我們好好看看課室內畢業生的照片 最舊到了明治44年都有 可以從中了解當時的生活服裝 那豈不是自修嗎 真棒,讓我先吐吐鼠去旁邊的房間 這裡就是池本先生的工房 裡面放了很多自製的木工 一進來後,其實已經看到一些小玩意 就像這個一樣 作為以前的籃球隊隊員 我現在轉身射三分球 真的進去了 有否踢到… 這些小玩意是放在外面 讓咖啡店的客人等待的時候 可以玩的 另外,這邊很漂亮 所有的木工都做得非常細緻 這就是一間學校 大家看著 各位同學,早安 開燈了 還有這邊 有以前舊式的建築結構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讓現在的同學 可以了解以前日本的民居 或者一些以前舊的建築物的結構 是怎樣的 看了這麼久,也差不多要數回去 否則被Michelle發現就糟糕了 甚麼?Michelle叫我去教員室喝咖啡? 這麼害怕? 這裡就是我所說的咖啡店 他的前身是教員室 大家現在可以在這裡買杯咖啡 然後坐在這裡享受溫暖的陽光 享受 你想想,以前哪有可以讓你在教員室 喝咖啡 我聽到Michelle叫我去他旁邊的接應室 你好,Michelle 這間接應室已經變成咖啡店了 你看看裡面,它是木系的風格 而且它保留了很多以前舊的東西 這張椅子是否很漂亮 它是由店主的丈夫周翹先生 就是剛做外面巨型桌椅的 周翹慎一郎先生做的 他們今天很好 本來這間咖啡店是不開的 但也為了拍攝而開放給我們 因為這次有很多景點想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這次不乘船回大阪 我現在開車去福光 看看附近有甚麼玩意 然後再更新,但我現在又睡覺 又肚餓 所以我去附近買點食物 香醒了 我讓它的豬肋骨香醒了 除了有豬肋骨 還有這麼大的鰻魚 這麼大的鰻魚 其實我打算隨便吃點食物 但想不到飯總市這裡會有 這麼多特產和熟食賣的市場 那我不客氣了 不好意思,請一隻小鰻魚 是 這裡是櫃魚 這裡? 這裡是櫃魚 最大 最大 我選擇的那條鰻魚 它的鰻魚是剛燒起的 而且它全部都很大 然後它剛才讓我選擇哪一條 然後我選了一條大到 它的盒子不下 然後它跟我說 你選擇了這條很大 謝謝 超長的鰻魚 要完條魚,想吃豬 剛才看到它是新鮮、燒熱、燒起的 我要一份 不好意思,請客 謝謝 份量超多 而且它一塊超大 又有魚,又有豬 那邊還有一些燒魚 我要去看看那些燒魚 我這兩條都想吃 哪條好 這條是呈現S字形 多麼鵝、鵝、鵝、鵝 讓我先要這條 先要這條 金黃色的麵 還是亮亮的 然後有點焦香 還有魚春 這是紅衣魚嗎 阿哥帶鵰魚 我要這條,這條比較大 不好意思,因為牠真的太大了 我要多拿一盒 謝謝大家… 因為這裡的食物實在份量太多 謝謝,謝謝 糟了,這條魚也想要,怎麼辦 牠全都笑得這麼好 而且你看到牠的肉 先聞一聞 很棒,很香 其實我選了很少 我選了四樣東西 但因為牠的份量全都很大 我覺得我會很飽 有了,我先付錢 我今天遲了一點來 所以只不過不是很多款式選 如果早一點來 其實牠還有很多選擇 到時可能我會有選擇困難性 不過今天也不要緊 因為我選到全部都是我想吃的 牠的豬好像很野味 剛才看牠燒的時候已經很吸引 很大塊,鵝鵝 很野味 而且剛才看牠的顏色 你看到牠會否很鹹 但不會,牠剛好 牠的調味很適合 而且牠的肉質不會太硬 有時候你煮得不好 牠的肉會很硬 這個就剛好 而且我剛吃的那塊 裡面還有少許筋 在裡面,你咬的時候有些彈性 這個很棒 然後這個就是… 不好意思,我剛剛偷吃了 是否很少叫人偷吃 對,我剛剛偷吃了 對不起,各位觀眾 我忍不住 我剛剛吃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好吃 因為牠很滑 這個赤魚雕超級滑 你看,我剛剛吃了 我已經偷吃了整個洞 這個燒出來的油香更保留 而且牠的肉質非常嫩滑 而且最重要是燒魚 你的鹽如何平均一點 不會一吃下去很鹹 整口的鹽 這個就能做到 鹽非常平均 不會很鹹 有時候燒魚… 我忘記在哪裡吃了燒魚 一吃下去… 尤其是那些很細條的 一吃下去很鹹 鹽好像吃了一口鹽 但這個就不會 這個很吃 開心 而且很大 你看,牠的份量超多 這個位置,看到嗎 還是光亮的 到這個了 你看看樣子 牠的肚子很丟 是有點多骨 但是牠咬下去很脆 牠的皮燒得不錯 有一種外脆內軟 我知道甚麼形容內軟 但外面的皮真的很脆 不過大家如果不懂吃魚 就要小心一點 但因為我… 其實Win Win我是一隻吃魚大王 不知道大家有否聽過 因為我小時候吃魚高手 我可以把所有魚都吃剩 然後只剩一條很漂亮的骨 我要吃鰻魚 因為牠太大了,看到牠的尾巴嗎 牠特意硬讓人屈膜了 牠的鰻魚 會搖 牠的醬汁不錯 有時候燒鰻魚 我看牠上面的醬汁的調味如何 但裡面有一點甜味就對了 牠的甜、鹹度非常適中 牠的鰻魚 而且牠的肉挺軟 有一點外面會燒得外脆 然後有內軟的感覺 所以這個調味我給90分 肉質我給90分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 MING PAO TORONTO